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升堂 官大人 接下来该由检控人进行开场陈述 这个流程莫关忌惮 只不过 总觉得要有人喊威武才算开始 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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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 辩护人请勿擅自发言 对不起 我还以为官大人要我喊 阿福 你又开始紧张了 我 我 我没有 你都变成大舌头了 还说没有 就是脑子好像直动暂停了 小呼吸 等下适应这个范围就好了 请便检控人进行陈述吧 二位大人 在上一轮庭审中 我们见到了有指纹 枪指 子弹 尸体和现场所组成的证据链条 我们不仅还原了被告的作案过程 还推出了他隐藏枪声的方法 基于这些 已经能够认定被告为凶手 但辩护人对被告的逮捕过程提出了质疑 出于公平正义 检控人认可辩护人提出质疑的出发点 但事实上 巡捕房逮捕被告的过程并不存在瑕疵 接下来 我邀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星阁寻长和五目云巡捕上庭作证 那就传星阁寻长和五目云捕入堂吧 我正中 真诚和真实的宣誓和保证 我所做的正眼是真实的 完整的 没有任何虚假之处 五目云捕 你不说点什么吗 啊 我 我 我同上 阿福 看来有人和你一样 站在法庭上就会紧张呢 我 我已经没事了 星阁寻长 你是此次逮捕行动的负责人 对吗 是的 五巡捕 你参与了这次逮捕行动 对吗 是的 在逮捕行动中 二位全程都在查 对吗 是的 可先生被捕时 寻捕房明明还不知道发生了命案 为什么会有逮捕行动呢 等一下 我说 你小子那么大声干嘛 辩护人 你底气如此浑厚 想必是胸有成竹了 我 我 我 糟糕 光顾着喊话 忘了想说什么了 阿福 你是不是想问 明明尸体是第二天发现的 为什么当晚就有逮捕行动 是 哼 我们正要解释 急什么 那就请二位开始证言吧 案发那晚 我们在灵秀剧院 组织了一次秘密抓捕行动 最初要抓捕的对象 并不是沈先生 而是著名的盗贼 护尚密克 护尚密克 那个飞天大盗 对 就是那个狡猾的恶棍 一月之内 远东四大家族的金库接连被盗 都是护尚密克所为 点滴集团和沙勋集团丢失了黄金 炸电家族丢失了一批军火 其中 沃森家族的损失最大 他们被盗的保险柜中 藏有畅销还宇的饮料 一身快乐水的绝密配方 经过侦查 我们发现护尚密克 与松涛洋货铺的老板吴松涛往来密歇 案件发生那天晚上 我们接到命令 晚上七点十五分 在灵秀剧院集合 到现场才知道 原来星格寻掌接到了线报 护尚密克 将在晚上八点三十分 利用灵秀剧院的储物柜销销葬 当时 星格寻掌已经对剧院进行了摸底 并制定了详尽的抓捕计划 准确地说 抓捕行动是从七点二十九开始的 我的本上记得清清楚楚 八点二十六 被告进入了剧院大厅 八点二十八 他打开了二一二号储物柜 并且往里面放了一把枪 五寻补 是这样吗 是 沈先生这一举动 让我们将他误认作护尚密克 所以才逮捕了他 秘密抓捕行动 也因此失败了 我说 这没什么好惋惜的 神明庇佑 虽然没能抓住那个盗贼 但我们却抓住了一个谋杀犯 二位大人 这就是逮捕过程的始末 正如星格寻掌所说 被告在剧院被捕虽有巧合成分 但并不存在辩护人所主张的栽赃行为 寻补们之所以注意到被告藏匿枪支 是因为他们一直在监视楚无贵 嗯 听上去合理 辩护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说沈先生是在藏匿枪支 有证据吗 有人向我们提供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拍到了沈先生藏匿凶器的瞬间 照片上的人 第一个是先生 看 只有凶手才会去藏匿凶器 那可不一定 说不定枪本来就在储物柜里 沈先生只是无意间将他取出来的 其实 行动之前 杏克寻长就检查过那些储物柜了 都是空的 速静 速静 将这张照片作为证据受理 这下真的麻烦了 辩护人需要治症吗 阿凤 我在想 贝先生应该早就见过这张照片了 为什么他没有在上次庭审中出事呢 也许 他觉得不用出事照片 也能打败我们 那可不是贝先生的风格 我倒觉得 或许是这张照片 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体正如山 啊 让我再仔细看看 可心姐 确实有地方怪怪的 阿福 把你觉得不自然的地方指给他们看 如果先生真的是在藏枪 那这件物品出现的位置 就很奇怪了 二位补爷 我想确认一下 二一二号橱柜原本是空的 对吗 嗯 星哥寻长亲自检查过 先生被捕时 二一二号橱柜中放着一只布袋子 对吗 没错 是有一个布袋 照片上也拍到了 那个袋子 看起来是空的 你看得很仔细 袋子的确是空的 我说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 如果照片中的沈先生 是在藏匿手枪的话 那个袋子 应该套在枪外面才合理呀 怎么会好好的躺在柜子里呢 也许 是沈先生自己预留了一个空袋子 在橱柜中呢 你刚刚还说橱柜是空的 星哥寻长亲自检查过 的 的确 你们这样的辩解 完全是在歪曲事实 根本站不住脚 那我倒要问问星哥寻长 一个想要藏匿手枪的人 为何要在大庭广众下 把枪从袋子里拿出来 星哥寻长 你确定当时检查了所有的柜子吗 有没有可能出现了一楼 或许那时候我疏忽了 没有彻底检查每一个柜子 因此 没发现二一二号储物柜中 有个空袋子 储物柜里只放一个空袋子 这很不合理 更合理的解释是 袋子里原本装着手枪 照片捕捉到的 是沈先生取枪的瞬间 而不是放枪的瞬间 而且 先生是看到写着灵秀巨员二一二的纸条 才去打开那个柜子的 这是分明有人在陷害他呀 辩护人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别忘了 吴松涛就是被这把手枪杀害的 的确 的确 我说真不愧是贝尔检察长 刚才差点被他们绕进去了 枪技事件发生在晚上八点到八点三十分之间 当时这把枪还在送到洋货铺 而从晚上七点三十分开始 二一二号储无贵就处在寻补的箭矢之下了 手枪不可能凭空出现在储无贵里 被告将它从洋货铺带到剧院藏匿 是目前唯一合理的解释 辩护人是已经无言以对了吗 贺大人怎么看 辩护人如果无话可说了 那官大人可以定夺了 那咱们就 官大人 检控人突然打断本官 是有什么要紧的话要说吗 据我所知 在绣艇期间 辩护人发现了部分新证据 如果他们自己也认为 那些新的发现不足以影响法庭对事实的认定 检控人建议就此结束法庭调查 绣艇期间的新证据 可今间 贝先生这是在提醒我们吗 看上去 但是她的确希望案子能够论证得更加充分 希望下次庭审是一场施菌力敌的对决 但愿燕云和官审也有同样的耐心 但是修廷期间新的发现 介绍哪个比较好呢 大人 修廷期间 武巡捕在首强的弹夹中 发现了新的指纹 哦 谁的指纹 是被害人吴松涛的 我说 这种无关紧要的发现 说出来简直浪费大家的时间 手枪本来就是被害人的 弹夹里有他的指纹 有什么奇怪的 肯定是装子弹时留下的嘛 嗯 合理 还有其他的新发现吗 我们在洋货铺 发现了一道暗门 暗门下面有一个酒窖 据我们所知 之前的调查中 巡捕房应该 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 我说 你们是借机质疑巡捕房吗 巡捕房确实没有在第一时间 发现那个酒窖 但那个酒窖中 没发现任何与枪击案有关的线索 听下来 这些发现都不会对审理结果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大人 我还是希望对手枪上发现新指纹这件事进行致症 哦 为什么呢 我刚想到另一件事 需要确认一下 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报告上写得很清楚 还有什么可知证的 案发现场那么大一个酒窖 你们都没能发现他 谁知道在指纹检测时 会不会有类似的遗漏 你 审慎起见 还是请吴巡捕介绍一下吧 就是 我们之前对手枪做指纹检测时 只检测了枪的外壳 后来对弹霞做了补充检测 发现了被害人吴松涛的指纹 指纹分布情况是这样的 弹霞的侧面有一片掌纹 与被害人左手的纹路相符 弹霞一共可以容纳八颗子弹 开过一枪后 剩余七颗子弹 这七颗子弹的弹壳侧面 都发现了被害人 右手食指和拇指的指纹 情况就是这样 对此 辩护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有 辩护人 声音不用那么大 难怪听得到 你说说看 有什么问题 大人 有一处明显有矛盾的地方 如果弹霞中的子弹上 有被害人的指纹的话 那另一件证据就有问题了 与弹霞有矛盾的证据 是这枚弹壳 弹壳 这枚弹壳有什么特别的吗 弹壳上 没发现什么特别的痕迹 这才是问题所在 弹壳上至少应该有这个人的指纹才对 你是说 被害人 没错 弹壳中所有子弹的弹壳上 都附有它的指纹 按照星阁寻掌之前的分析 这些指纹 是被害人装弹时留下的 既然案发现场找到的这面弹壳 来自被害人的手枪 那弹壳上面 也应该有它的指纹才对 的 的确 但事实上 上面什么都没有 没有指纹 确实很奇怪 这是何缘故呢 虽然听上去匪夷所思 但说不定子弹头和子弹壳 分属于两枚不同的子弹 什么 你是没学过算书吗 阿福 这把手枪确实只开过一枪 手枪的弹匣里面还剩下七枚子弹 而弹匣的总容量是八枚 那有没有可能 子弹是另一把手枪发射的呢 速径 速径 被害人手枪中的子弹上 被害人手枪中的子弹上 都带有它的指纹 但这枚子弹壳上没有 因此 它不是被害人手枪中的子弹 这好像是最简单 也最合理的解释 速径 速径 我说 听到这些喧闹声了吗 都是你的奇弹怪论引来的杂音 我 我还以为我说的挺好的 别听他的阿福 我们就快要抓到对方的人类了 无知 和瞎子一样的人 竟然不记得蛋头做过唐线痕迹比对的事 唐线痕迹比对不可能出错 子弹就是被害人的手枪发射的 但是 唐线痕迹比对 只能确认子弹头来自被害人的手枪 而子弹壳是不经过唐线的 不在检测范围内 辩护人 你的意思是 子弹头和子弹壳 来自两把不同的枪 对于蛋壳上没有被害人指纹的问题 我想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这种问题 不是怎样解释都行吗 也许 只是被某个粗心的检测人员不小心擦掉了 应该不会 我说 你最好安静点 如果那样的话 说明寻补房的检测流程有瑕疵 我们有理由怀疑 寻补房出具的所有证据的可靠性 速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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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二位 不要吵了 本官已经快被你们绕晕了 检控人对此 有何见见吗 如果弹壳和弹头来自不同的手枪 就意味着现场发生过两次枪击 但是 寻补房只在现场找到了一个弹壳 一个弹壳和一个弹头 弹壳上没有指纹 可能另有原因 听起来 那还是说 现场只发生过一次枪击 因此 辩护人的主张不 等一下 如果辩护人有办法证明 发生过两次枪击呢 哦 真如此 那就拿出相关的证据吧 可欣姐 你已经知道怎么证明了吗 其实 我还没想清楚 但过去做新闻调查的直觉告诉我 很可能你推测的情形才是真相 可是 怎么样才能证明发生过两次枪击呢 把贝先生的话反过来想 如果现场发生过两次枪击 确实应该有两个弹孔才对 那为什么我们只找到了一个呢 难道凶手 还能把弹孔藏起来 以前先生遇到这种情况 总喜欢念到一句话 凡有接触 必留痕迹 证据不是不存在 只是未被发现 说不定 凶手真的把弹孔藏起来了 那应该会留下藏的痕迹吧 能证明发生过两次枪击的证据 就在案发现场的地毯上 地毯 贝先生说 案发现场只有一个弹孔 事实上 弹孔有两个 一个在地毯上 另一个在地毯下的地板上 但两个弹孔的位置 是完全重叠的 子弹穿过被害人身体后 射穿了地毯 最后嵌入地毯下的地板中 这是同一次枪击造成的 但如果我们看到的地毯 并不在原本的位置呢 这是书桌桌脚 在地毯上留下的压痕 从压痕复原的情况看 书桌被移开的时间并不长 原本我还想不通 为什么书桌的位置变了 现在我终于有拿了 那就是 变得并不是书桌的位置 而是地毯的位置 凶手移动地毯 就是为了使地毯上的弹孔 和地板上的弹孔位置一致 这样 就能掩盖另一把手枪的存在 这个说法 道理上是说得通的 但细想下来 还是很奇怪 确实 奇怪在 如果地毯的洞 与地板上的洞不是同一枪造成的 那地板上应该能找到对应地毯的另一个弹孔才对 此外 现场的弹头和弹壳数量 也应该分别是两枚 辩护人 你是否能解释清楚 它们去哪里了呢 魏先生提的问题很关键 我必须要想出答案 其实只有一种可能性 子弹头和子弹壳 当然是被人带走了 巡捕房已经对案发的书房 进行过数轮搜索 我和可欣姐也去调查过 如果他们还在现场的话 肯定已经被发现了 真是在自己的天空中转星星 弹头和弹壳能带走 地上的弹口还能被带走 子弹不一定非要射入地板 我们检查过整个书房 没有发现第二个疑似弹壳的地方 如果子弹射入了某件物品中 而凶手带走了那件物品呢 所以凶犯究竟是通过什么 将子弹头带走的呢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有几粒零散的米 粘在地毯背面弹孔的附近 这些米粒也和案件有关吗 当然有关 那是凶手带走子弹头的方法 什么意思 用几粒米 几粒米做不了什么 但一袋米却足以截留子弹头 据调查现场的理巡部说 案发后洋货铺少了一袋养米 我想这袋米应该是凶手拿走的 他先将米袋垫在地毯下方 再开枪 米粒会分散并吸收子弹飞行的能量 将子弹头截留在米袋之中 这个方法听上去 还蛮可行的 凶手就是用米袋将子弹头带走的 地毯下的米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散落的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 地板上只有一个弹口 辩护人 你几乎说服我了 你说的方法虽然很复杂 但确实能解释一部分现场情况 不过即便法庭接纳了你的主张 那又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 我还没想过 你没没想过 本官可以给你一些时间组织语言 好样的阿福 胜利的天平开始向我们倾斜了 然而 现在我的脑子里又是一片空白 辩护人 请听好了 虽然你成功解释了弹壳 弹口和指纹的问题 但仍然没能喊动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杀死被害人的那颗带血的弹头 来自负有被告指纹的手枪 价值在推定的死亡时间里 只有被告能将手枪从案发现场带到剧院 只要这两个问题存在 本案的犯人 本案的犯人 就不可能是其他人 你 明白了吧 编辩护人 你听清楚检控人的话了吧 编辩护人 时间 差不多了 你有答案了吗 我 我 我 时间 这个声音是 按键的关键是时间 阿福 老先生 迄今为止的一切都经过了缜密的设计 各种引擎 我也没有完全参透 才不想把你牵扯进来 别说什么牵扯 先生有事就是我有事 如果你想查明背后的真相 一定要记住 案件的关键是时间 阿福 了解 你可能会经历很迷茫的时刻 当你觉得千头万血 无法理清时 可以尝试进入自己的思维宫殿 我也有思维宫殿 我还以为 那是先生独有的能力呢 他这不过是一种思考方式而已 想像一个空间 把记忆中的信息摆放进去 再让他们像链条和齿轮一样 运转起来 寻补拍到的是沈先生取枪的瞬间 而不是放枪的瞬间 被告是在晚上八点三十分被捕的 那把手枪也被寻补方缴获了 被缴获的凶器不能用来杀人 检控人的推断是合理的 我明白了 阿福 你还好吗 官大人在问你话 可心间 我已经能把整件事串起来了 但有些细节还不确定 只能边回答官大人的问题 便思考 你只管说 不用有顾虑 即使说错了也没关系 我会替你圆回来 辩护人 我再问最后一遍 你所主张的事实 究竟是怎样的 官大人 案件的关键是时间 好 此话怎讲 被先生反复提到 先生之所以被认为是凶手 是因为 在推定的死亡时间 晚上八点到八点半里 只有他一人出入过案发现场 但事实上 尸检判断的死亡时间 是晚上八点到十点 之所以调整到八点半前 是因为凶器在那个时候被缴获了 这样的推理原本无懈可击 直到刚才 我们发现还有另一把手枪存在 你认为他的存在 改变了什么 他改变了所有的推理 因为那才是真正的凶器 请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认为那把手枪 才是真正的凶器 因为寻补防缴获的这把手枪 没办法适应 凶手只能用另一把枪 此话怎讲 这件证物我们之前讨论过 缴获的手枪不能用于杀人的原因 就隐藏其中 讨论这张照片时 可欣姐曾指出 先生被捕时 是从储物柜中取枪 而不是放枪 当时 贝先生基于弹线痕迹的考虑 坚持枪是沈先生从洋货铺拿的 现在 种种迹象都表明 凶手使用了两把枪 贝先生的反驳 已经不成立了 这把枪是凶手弄来栽赃我家先生的 一直在剧院 没法用来杀人 那你如何解释 现场的弹头和弹口 子弹头上的弹线痕迹 与缴获的手枪一致 说明确实曾有人用它 对案发现场的地板开枪 但这件事 发生在先生去洋货铺之前 是不可能吧 弹头上明明沾着血 血也可能是被害人遇难后流进弹孔的 嗯 道语说得通 五巡部 也许你更应该跟辩护人交流一下 有关弹孔深度的问题 啊 深度的问题 对啊 死弹射入地板深度的问题 该怎么解释呢 如果凶手是对着地板空开一枪 留下的弹头和弹孔 那就不应该是这个深度 什 什么 我不是非要钻牛角线 只是觉得设例很奇怪 速静 佩先生 能麻烦你再给本官解释一下吗 冠大人 五巡部的意思是 如果子弹不经过人体 直接打入地板的话 威力会大很多 它在地板上留下的弹孔深度 不应该是现在看到的样子 那这一来岂不是 是 辩护人的所有推论 都基于一个核心主张 弹头和弹孔 是在被告进入案发现场之前 就留下的 但他们没有考虑到 弹孔深度的问题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那 辩护人的退理 就完全不成立了 辩护人 是否有办法解释 对啊 弹孔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人 辩护人需要一点时间准备 可欣姐 对不起 这个问题 完全被我忽略了 都已经走到中央了 这一步 绝不能打退堂谷 我们还是再仔细回想一下 现场 一定还有什么被忽略的地方 弹孔叫浅 是不是因为这个呢 弹孔叫浅 弹孔叫浅 这 这是 地窖之中 有一条青鱼被人拿走了 这个亮片 正是被子弹击中后 变形的青鱼鱼鳞 鱼鳞 难道说 没错 凶手不是直接对着地板开枪 而是将地窖中的一条青鱼搬进了书房 隔着鱼射击地板 隔着鱼 不寻补 如果现在我们看到的弹孔 是子弹洞穿了鱼以后形成的 深度的问题是否还存在 那 就不存在了 这样一来 真相就呼之欲出了 凶手是在先生之前进入现场的 他将被害人击晕后藏入地窖 并拿走了抽屉中的手枪 然后他从地窖中搬了一条青鱼道收房 掀开地毯 然后隔着鱼射击地面 留下子弹头和弹口后 他将地毯复原 并带走了鱼和子弹壳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带走子弹壳呢 沈先生是有名的侦探 凶手可能对他有所忌惮 担心他发现子弹壳后警觉 合理 你们继续说 接下来 凶手将枪藏入巨岩橱柜 等寻补房来封锁现场 在确认先生被捕 手枪被缴破后 他再次展开行动 他在弹孔的上方垫上米袋 再盖上地毯 然后将被害人拖回案发现场 置于米袋突起的位置 还用另一把相同口径的手枪 射杀了被害人 他发现地毯与地板上的弹孔位置并不一致 又拖动地毯将弹孔对齐 最后 凶手踢了尸体技巧 也是为了掩盖弹道连线的问题 原来是这样 这就是案件的真相了 大人 我们的委托人沈仲平先生 并不是凶手 而是凶手刻意构陷的替罪羊 请大人做出无罪判决 嗯 辩护人的观点 颇有见地 我说 管大人 这样拙劣的分析 就说服你了吗 两位大人 刚才阿福对于作案手法的每一步论证 都是有证据支撑的 米粒出现在地毯下 鱼鳞出现在弹孔中 绝不是巧合那么简单 这些自然不是巧合 而是被告故意留下的假线索 那枚蛋壳上的指纹 肯定也是他擦去的 你 你凭什么这么说 因为被告是一位聪明的侦探呢 反侦察能力肯定强 这是你自己在上次庭审时提出的主张 难道你忘记了吗 先生他绝不会伪造证据的 他的目的嘛 自然是为了在法庭上 伙同两位辩护人帮他脱罪 我反对 这是一家之罪 反对无效 辩护人提供的证据 没有足够的证明力 贺大人 这 这心隔寻常的说法 同样没有证据啊 我在公共租界任职期间 曾不止一次目睹中国老钻制度漏洞的行为 我不希望这种事在法庭上发生 何大人提醒的事 辩护人 请再提供一份更有力度的证据 还能有什么证据啊 有什么是沈先生伪造不了呢 阿福 根据你之前的推理 凶手是在沈先生被捕后进入现场杀人的 只要证明这一点 不就能证明沈先生无罪了吗 说不定 现场还真有为目击者 能告诉我们答案 是吗 你说的正人是 是 细细一样的猫 没错 正是江先生 辩护人啊 为何你认为 命案发生时 这只江先生就在现场 我听西西说 江先生曾在9月14日 也就是案发当晚走失 昨天在搜查洋货铺地窖的时候 我碰巧找到了他 我说 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地窖是一个密闭空间 无论是人还是猫 都只能从书房的暗门出入 案发后 群补房第一时间封锁了现场 但并没有发现地窖存在 直到昨天 我无意间触碰了机关 才又一次打开了暗门 也就是说 这些天 江先生一直被关在地窖中 正是 调查现场的时候 那扇暗门是关闭的 我们的确没有发现的 这意味着 江先生进入地窖的时间 只能在寻补房封锁现场之前 他很可能是与凶手一起进入地窖的 所以你们认为 江先生见到了凶手 正是 哈哈哈 那不如 就把他请来作证吧 说不定 他会告诉你 妙 凶手正是沈先生 是他把我宽在地窖里的 那倒不必 只需被先生告知 江先生走势的具体时间即可 说来惭愧 这几天 都是西西的爷爷在照顾他 我也不知道江先生走势的细节 那 是否方便请西西来作证呢 西西还太小 恐怕应付不了这样的场面 贝先生 拜托了 对先生来说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那 好吧 既然这样 我们先休息片刻 再做审理 接下来 我们把希望都记作在西西身上了 但愿她的正眼不会再出人意料 文大记者也有一筹莫展的时候 需不需要我帮忙呀 成手禅 你来做什么 那不是我家先生的手提箱吗 为什么会在你手里 是仲平托我将他交给你的 先生 成手辰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沈先生了 为什么他会托你办事 你忘了 仲平可是我老同学的弟弟 你可是无理不及早 哪有的事 我只是想感谢他 给了我独家专访的机会 徐先生 文小姐 听室要开始了 既然东西已经送到 我也就告诉了 好好表现 我就在外面 等你们的好消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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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Timwood Man, are we going to see the wizard for real soon? Yes, and you will meet more than one Mr. Ginger, are you ready to help Mr. Scarecrow now? 原来这位就是江先生 毛茸茸的样子甚是可爱 两位大人,别来无恙 Old Belle, fancy joining me for a cupper later? You're still as refined as ever, Herman 贝尔爵士? 没想到这小小的案件把你也惊痛了 惠审公谢传还我孙女作证 我陪她出席 不会给诸位带来不便吧 不会,当然不会 请问,你就是巫师吗? 是,是的 谢谢,爸爸和你说过的 在法庭上没有得到允许,不能随便说话 好的,是这些人去 同言无忌,不碍事的 官大人,咱们开始法庭调查吧 довere允许,请介绍一下 你所养的橘猫江先生 走失的经过 That night Mr. Timwood Man, Mr. Ginger and I went to see magic After the show Mr. Timwood Man left to chop wood Mr. Ginger and I took a pumpkin carriage home On the way home I fell asleep and I woke up to a noise Then I found Mr. Ginger was gone Thankfully Mr. Skycroyd found him later 南瓜马车?稻草人?魔法? 这 西西的想象力比较丰富 喜欢用童话来讲述自己的经历 贝先生,我可以问西西一些问题吗? 当然 西西, can you tell me about the magic shield that night? Someone stole Miss Witch's card but luckily she had enchanted them So she could call their names without even looking And the magic worked The card suddenly turned into flowers Then the flowers into a dove It flew away 萌眼猛眼猜牌 纸牌变花 这是朱莉亚的魔术 妙手生花 贝先生,我可以问西西一些问题吗? 当然 西西,可你告诉我,Mr. Tin Woodman chopping wood? Mr. Tin Woodman has a sharp axe that can split any wood After the show, he took his axe to chop wood so C.C. could stay warm 这次完全没听明白 C.C., can you explain it to Mr. Mr. Scarecrow in a simpler way? After all, I haven't got a real brain yet 我来解释一下西西的话吧 表演结束后,乔夫贝尔有工作要处理 就让司机先送西西回家了 原来是这样 贝先生,我可以问西西一些问题吗? 当然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pumpkin carriage? A pumpkin carriage is simply that A pumpkin carriage Mr. Scarecrow, haven't you tried one? Well, I guess not C.C.C., is the pumpkin carriage pulled by horses? There is no horses C.C.C. course Mr. Coachman can do magic He just spins the wheel in his hand and the pumpkin carriage flies 我明白了,是汽车 贝先生,我可以问西西一些问题吗? 当然 C.C.C., what does the noise like? What can your app sound like? It was a really loud noise Could it be the sound of a gunshot? A loud bang? No, it wasn't a bang It was a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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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响的 Dung dong dong声 难道是暴食的钟声? Sissy How many bell songs did you hear? Mr. Ginger, do you remember? Me the CC nor Mr. Ginger remember? Ah 阿福 你对西西的证言怎么看? 只要把证言与这份证据结合起来 就能知道江先生走失的大体时间 C.C.C., do you know what is this? Uh, is it a Miss Witcher's picture? Did she perform magic for you on the night that Mr. Ginger was missing? Yes, she did, Miss Witch turned the card into flowers 江先生是在魔术表演散场后走失的 也就是晚上八点四十五分以后 他被关入地窖的时间不可能在这之前 而晚上八点三十分时 沈先生就已经被捕 的...的确 官大人 贝先生 那个打开地窍暗门的人 才是真正的凶手啊 对于辩护人这一主张 检控人可有话要说 辩护人的质疑是合理的 这次是我输了 威尔检察长 我可从没见你在法庭上认输啊 江先生这一线索的出现 退反了我之前的全部逻辑 即使命案发生在晚上八点 进入地窖的人 也一定会发现书房的尸体 此人却没有任何表示 这不符合常理 袁检 您以前没在法庭上输过 这次的经历 也算是一种收获 贝 贝尔决士 官大人 既然老贝尔发话了 我们就给案件 画上句号如何 贺大人和莫冠 想到一块去了 那就请被告 到公堂前来吧 虽然本案的真凶尚未归案 但被告身上的嫌疑 却依喜庆 诸位若无一役 本官就下判决了 华人沈仲平 涉嫌持枪杀害 华人吴松涛一案 本官对被告沈仲平的判决结果为 无罪 无罪 可心姐 我们终于 赢了 这一战可真不容易 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辛苦诸位了 这次庭审就到 且慢 这个声音是 先生 庭审还不能结束 因为本案的真凶 就在庭审现场 这次庭宽 本案的真凶 评似乎 请